张化一名体重破百公斤的嫌犯 在春节期间犯下了多起窃案 甚至还闯进机车行刑窃 当时要离开之前 碰到屋主一家人回来 还打招呼说你好 行径非常的嚣张 而张化警分局的一名侦查队女警李一荣 在透过监视剂比对之后 确认曾经有抓过她 那么昨天在河美发现嫌犯的行踪 更是一马当先冲上前将人上号逮捕 不过其实这名女警的体重 也才四十多公斤 身材还不到嫌犯的一半 强悍抓贼让嫌犯两度栽在她的手里 警方跟肩锁定气的行踪 趁着她停好机车毫无防备下 立刻冲上前压制歹人 嫌犯身材壮瘦魁梧 但仔细桥冲第一抓人的竟然是名女警 体重都还不到她的一半 一个反制封锁行动将她上路逮捕 因为她涉嫌在过年廉价期间犯下多起窃案 大年初次闯入机车行刑切三万多元 离开前碰到屋主一家人刚回来 还打招呼说你好 行径实在太嚣张 经过警方清查 彰化石一间姜母鸭店和槟榔摊 通通都被她闯过空门 各得手零钱三千多元 你抓这个门吗 我带我书说 你把我老婆拿 你都没有 警方从监视器画面交叉比对 加上女警曾在进行管区任内带过她 确认就是39岁张姓男子 19号经过埋伏跟肩 气不到案 真的也没有想这么多 因为只是想说 相信应该是自己有办法 可以跟同事一起把她逮捕 张姓嫌犯体重破百公斤 对比女警体重只有40多公斤 但抓人态度强悍干练 窃贼插之南非也只能怪鬼就犯 接着到我们彰化 参谱 似为 - 啊